如果爆发丧失,末日来临 为了生存下去,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武器呢? 对于普通人来说,使用枪械自然比刀具更安全 既然是选枪,可能很多人会选择火力最强的加特林 但在之前的视频我也说过 这把武器子弹消耗量太大,重量又太重 使用起来可能不仅不能帮你摆脱困境 很有可能成为你的累赘 我列举出本人心目中最强的三款应对末日的枪械 垫底的是气枪 这是一种依靠压缩气体为动力源的枪械 一般用于枪械比赛 它几乎没有后作力 但威力却比一般的手枪还要大一些 用来对付丧失绰绰有余 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碰过枪的人来说 气枪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第二名,散弹枪 散弹枪作为一种散射打击的武器 虽然射程短,但对于丧失狂察而言 散弹枪能够打击范围更广,命中率更高 可以使用多种弹药等特点 可以说是丧失的克星 不过对于一些老式的散弹枪 这些枪械的弹药不足以支撑长时间的设计 所以使用这把枪也需要一定的配合 第一名,AK-47突击步枪 AK-47被称为步枪之王 它研发至今始终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枪械 因为它的枪体特别结实耐用 尤其可以在风沙泥水中使用 结果简单,更换维修容易 有人曾做过实验,把AK-47放在恶劣的条件下又摔又砸 它还是能正常的使用 如果在末日这样的恶劣环境下 你会发现用一把靠谱的武器比什么都重要